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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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近日新的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 賞向割牛屎 G需下止先 这两句话的问题是一样的 傻吗 他说要用割汗油把它加起来 其实是不必要的 等一下我再详细解说 G 他说是下汗止 把它配起来的 其实这样子配 也是用记忆的也是麻烦的 所以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说明 这个赏字有三只手 三只手再加在一起 它是属于笔画相交叉的符号 有这个叫做交笔符 交笔符就是把笔画相交叉的符号 就是这样子符号 然后从这笔再接一个木 再接这个木来以后 然后接着这一点 那是这一点不经过 从这一点就往这里跑了 从这里就往这里这样跑 然后这里是对称的符号 用对称的符号是两点 所以来了以后就是这样子 我再写一遍 如果把叶写出来 它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从这边过来的 一种是从这边过来的 所以这三种都可以写的 我另外再补充一下 世界的四 这个世界的四 也是笔画有相交叉 所以它的符号 这个就是世界的四的符号 那另外 另外这个叶字 叶字也是里面有一个交笔符号 所以叶字是这样写的 这些都是属于笔画相交叉的一个例子 另外商业的叶它是拉直了以后 这个叫做叶 所以叶也是带着交笔符号 再来一个墓 这个是商业的叶 我们来看这个叶字 它上面有三只手 因为小钻是长方形的 它要变成立丝的时候 立丝是扁的 所以要把这个压扁 压扁就是把这个弯的变成直的 就会变成三个十字 从这个以后 再来写草书 这样也是一个笔画相交叉 所以上面笔画相交叉 就带了交笔符号 再接一个下面的墓 那接一个就是上 我们现在写的凯书是这种字 那这种字也是笔画相交叉 所以也可以带交笔符号 那世界的事 上面的三只手 也可以变成世界的事 写起来因为相交叉 可以变成事 所以也可以写成交笔符号 说文的叶子 上面有一个草字头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世界的事的 一个交笔的影子 就像这样子的 有交笔符号 所以这个就像交笔符号 从再来代声草书呢 把这个中间的变成交笔符号 就产生右边的这个 这里就是交笔符号 下面一个木 这个就是很正确的 叶的写法 像下面这两个叶子 写得很好 像这个下面 看起来就像布 下面应该很清楚的一个木 像这边的木 不过这个字的中间 这个交笔的 是交笔符号不清楚 这个明朝王朵写的叶字 很飘逸 而且交代很清楚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中间有交笔符号 拿一个木 然后往左边看 它的交笔符号写得很长 那把木收在里面 这样子是比较不清楚 我们回头来看草字 就是这里是交笔符号 下面一个木 然后木带出来 因为这一点不经过 带出来好像就是手 所以鸽加锁还比较正确 鸽加牛比较不正确 其实不必要继承鸽和牛 我们来看自保栽 这一篇 赏象鸽牛属 这很好的 写得很好的 左边含道呼 赏象鸽 这三个字都没什么问题 牛是有问题的 牛如果它最后一笔写的横画 那就是行书的牛 但是行书的牛还要靠上面来 它不能够中空那么大 它最后一笔要长的 所以它是要写草书的 草书横画的符号是一点 所以一速接一点 再来接死 这样才是好的 接下来积息下指线 这个积 头部要写清楚 这个头部清楚了以后 然后这里有一点接这里 这里也是一点 那这边也是一点 这个就是属于中间的简化五号 所以它是这样子接 这样子接 一点然后一点 然后这里头部可以简化的 我以前有讲过 这个头部可以简化成一点 然后接着来写 所以这个积息是这样写的 我再来写一遍 接下来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里面这里是中间一点 这里是一点 然后这个一点 那接这一笔 接了这一笔 然后过来 这一点省掉了 这一点省掉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纸啊 这看起来不是纸啊 如果你写纸了就不顺了 我在 如果你硬说把它写成纸啊 它这样子很不顺 这样子很不顺啊 这样还要翻到这边来写 所以不顺的 还是以这种写法 是还勉强可以通的 所以比较正确的写法 就是头要写清楚啦 头就是这里啦 然后这里接着中间简化符号两点啊 然后再来把它右边这里 头这边啊 是不是属于头啦 因为头在这边 所以这边不是头 可以简化成一点 接着末端很清楚 要不然 就是头要写清楚 但是呢 这一点接着还有一点 一点以后呢 再接着把它原来的形状 从原来形状这样写 写出来这样也可以的 自保栽的基 是受到这句话的影响 直接写了一个下和纸 但是明显的上面是爪字 怎么写的变成下呢 那爪字应该是中间有一点 然后接着纸的话 它是纸 要往上面 它就会交叉 打结 所以是不理想的 寒道风的机子爪是从中间出来的 它到了右边 它没有简化 这个是可以简化的 简化成一点 然后再接着这样比较顺了 如果我把这一点 头简化成一点以后 它会更好看 你看现在这样子就会更好看了 一点就好了 不要复杂了 我们来看槐树跟森果亭的基 它原则上它都是从中间出来的 这个也是从中间出来 然后下面带这个原来形状 这个都可以的 那右边的它就是简化 那个头部变成一点 所以它这个也是头部一点 所以两个都是OK的 再来看王羲之 它的基左边是草书 右边是新书 它原则上它还是从中间出来 然后把它写成圆形的 所以这样子原则就是中间出来 明朝王朵所写的这个基 左旁的爪字 它是从中间出来 然后下面这两点 它是简化符号 但是右边它写的一个鸟字 跟鸟跟椎 是同样都是基 都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 这边写的短 那个鸟很长 就是把它拉长 它比较美 如果写成四方形的就不好看了 那如果说 这两点拉的长 那这边要缩的短 所以有一长就要一短 不要两长成为四方形 不好看 西有讲过 这是符号的三点 然后一画 它可以写成原来的原形草 可以写成符号草 下的符号是可以写三点 一横是表一点 一束表一点 下面一点 所以它就是三点符号的符号草 但是如果原形草的话 它是要写出原形 然后转圆圈 然后一点 这个是原形草 那符号草呢 就是一点 两点 三点 接下来这个指就是用原形草 先也是用原形草 这样子 这里一点 通过这一点 然后这个写原形 然后这个写原形 我们回头来看这两句话 它的问题是一样的 鸽和牛勉强配起来是不合理的 因为 以鸽和手配起来还更好 因为牛多了一培 鸽多了一点 所以都是不合理的 另外 左旁的鸡 它的头部要写清楚 它写成一个下 也不合理的 因为头部是爪 所以需要用爪来配 并不是下和指来配 所以 要勉强记忆 也需要正确 谢谢大家